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我想要来为各位介绍一款 水管上的过滤器 因为水管上装一个过滤器 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是最方便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像我们一般在自动浇花的时候 都是定时器嘛 然后接一个水管 然后就接到喷头 或是滴水头 那可是滴水头 往往那个洞都很小 那只要稍微有一点杂质就堵塞 那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在水管上加装一个过滤器 那这个过滤器透明的 我觉得透明的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说透明嘛 一目了然 缺点是光线造久了会长青苔 那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我们只要拿一个黑色的布啊 塑胶布把它盖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里面的结构 我来拆开给各位看 这是可以转开来的 那当然这边也是可以转啊 它都是用螺丝这样锁起来的 都可以转 都可以转 好 那它这里有一个过滤网 那平常我们的过滤网都是 用挤压的方式稍微固定一下 但是它这个不是 它这个过滤网它有做螺亚 你看 是要转上来 这个螺亚这样转上来 这个螺纹的 这是把它锁住的 这样锁上去 那一般而言 它这种结构是 你从这边进水也可以 从这边进水也可以 都具有过滤杂质的效果 那我是比较喜欢从这边进水 因为从这边进水的话 杂质是在外侧 然后透过滤网流到另外一端 那杂质在外侧 我们一目了然嘛 有什么杂质 我们在透明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而且也比较好洗 因为在外侧嘛 这么大的地方洗一洗就好了 那你如果在这个网子内侧的话 你变成还要把网子拆下来 然后冲内部也不好冲 所以我是比较建议 从外侧这边进水 这样杂质排除在这个过滤网之外 这样比较好 那这边有洞 你可以用个绳子 或是铁丝 可以挂在你想挂的地方 那这边的话 是导沟的嘛 那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水管 就是说剪断嘛 一般叫水管剪断 插上去 插上去 然后用个束环 把它束住就好了 当然 当然你如果这边 想换成快速的话 也是可以 你可以 这个可以拆下来 这边就可以换一个 六分外亚奶嘴 用快速接头的方式也是ok的 好 整个结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那 希望这个方式有助于大家改善喷头堵塞的情形 好 那我们最后补充一点就是说 这个过滤罐 绝对不可以装在 电磁法之前 一定要装在电磁法之后 以防它受到经常性的高压 而漏水或是破裂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各位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